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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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她现在有一些好奇了 好 阿琪 只要你告诉我 不让我害怕咕咕鸡 我就原谅你 我的办法就是让你天天看到咕咕鸡 如果天天看到的话 你就不会害怕了 啊 天天 让天天看到就不害怕了吗 毛毛她理解错了 阿琪的意思就是让毛毛每一天都看到咕咕鸡 这样毛毛会习惯 她就不会害怕了 而毛毛理解的是 让狗狗行乐队的天天看到咕咕鸡 她就不害怕了 毛毛 你理解错了 我说的意思就是让你每一天都要看到咕咕鸡 这样你习惯了 也就不会害怕了 哦 原来是这样啊 我明白了 但是我不可能每一天都看到咕咕鸡呀 这个好办 如果你没有什么事情的话 你就去找谷威市长 他那里会有咕咕鸡的 毛毛他看了看阿琪 他想了想 阿琪说的也是蛮有道理的 如果每一天都看到咕咕鸡 毛毛或许真的不会那么害怕了 好了 毛毛 现在你的问题我已经帮你解决了 我也不会再嘲笑你了 希望你不要生气了 阿琪他又一次向毛毛道歉 因为阿琪知道确实是他办错事情了 好了 阿琪 现在你已经和我道歉了 也帮我想办法了 我就原谅你了 太棒了 阿琪他听到毛毛原谅他了 他真的非常开心 好了 阿琪 现在事情已经解决了 我们两个就在这里一起玩一会儿小游戏吧 毛毛毛他想和阿琪在这里玩一会儿游戏 好 毛毛既然你已经原谅我了 那我们两个就在这里玩游戏 毛毛和阿琪他们两个达成了共识 决定在这里玩一会儿小游戏 就这样毛毛和阿琪他们两个开心的在小森林做起了游戏 小朋友们 今天的故事就讲到这里了 如果说喜欢我们的节目 记得点击订阅我们 宝宝